新衣箱滑水道非假日来玩水的游客寥寥无几 人事管理费用开销也大 再加上饮用18从西的水源也日渐短缺 同影响下游灌溉水源不足 因此新衣箱公所经过多方考量 决定从8月10号开始 将滑水道的开放时间 缩减到6日才开放营运 我们新衣箱已经连续大概有十几天 都没有下雨 所以到时我们现在那个水源灌溉的不足 那我们衡量了结果 就认为说应该就先把水资源分配给灌溉的部分 8月10号以后平日都是休盐 只有日假日才造成营业 但是时间延长到8月28号 经过一个月的营运 新衣箱公所也在活动中检讨缺失学习经验 经过多次的检讨后 也将在明年滑水活动中做出多项改善计划 其中除了计划将滑水道加长到910公尺的全世界最长 另外就是要增加更多的相关碗水设施 我们那个周边的配套措施 游戏不够多元 那部分可能会再增加这样一两个设施 用周六来办 最后我们会认为说 因为我们700公尺嘛 全世界最长是900 所以是我们在考虑是不是 如果可以的话 再加长到900一时这样 新衣箱公所第一次在暑假期间举办碗水活动 虽然带动地方产业有预期中的效果 但也因为是第一次 能有许多地方需要检讨改进 8月10号起缩减为加热营运后 目前开放民众碗水的时间 到暑假截止日只剩下三个周末 记者No 南投信义 采访报导 好的 感谢观看 今天的识讯我们 Circdo